很多玩家想用PS5直播玩游戏 面对市面上不同价位的采集卡 不知道该怎么选 也不会连接设置 咱们这一个视频讲清楚 首先PS5直播采集卡要注意以下五点 一定不要踩坑 第一要看输出分辨率 输出分辨率支持4K的才是真4K 它可以保证游戏画面高清不模糊 第二要注意画面格式 要选支持RGB格式的 这是目前市面上最接近原画的视频格式了 第三是散热 因为游戏直播时间很长 采集卡会持续产生热量 直接影响直播稳定性 所以散热很重要 采集卡要选外壳式铝合金材质的 最好内置导热硅脂 底部还有散热孔的 因为铝合金材质比纯塑料材质散热效果更好 内置导热硅脂能做到静音散热 再搭配上散热孔三管齐下 散热才能做到又快又静音 第四要有独立音频接口 这样可以解决生化不同步的问题 最后一点对于新手来说非常重要 那就是售后 客服是否能及时回复 除此安装设置是不是手把手教学 对新手来说很重要 PS5上有很多3A游戏 画面非常好 踩了不少采集卡的坑 我手上的这款绿巨能采集卡 是我用下来以上功能都支持的 对于直播PS5玩游戏完全够用 而且价格很有性价比 下面和大家分享 PS5采集卡如何连接和设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硬件连接 直播需要的设备有 一台PS5 一个打游戏的屏幕 还有一个带屏幕的电脑 一个采集卡 还有麦克风 然后用这个采集卡 把其他设备都连起来 这个绿巨能的采集卡很小巧 也很漂亮 特别是一圈氛围灯 我很喜欢 在接HDMI线之前 最好把PS5先关机 把PS5的HDMI接口 连到采集卡的硬口 玩游戏的屏幕叫环出 把它连接到采集卡的out口 直播用的电脑 连接到采集卡的c口 这样硬件就连接好了 下面说说直播画面和声音设置 首先PS5先开机 这时候采集卡的氛围灯 从蓝色变成了绿色 在电脑里打开直播软件 我们以通用的OBS为例 在左侧添加视频采集设备 然后选择型号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电脑上 看到PS5的画面了 下面重点来了 目前国内直播平台 主流的分辨率是1080p的60 我们在采集卡的属性这 分辨率选择自定义 手动改成1080p的60fps 色彩格式选择RGB 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播了 下面再说一个直播经常遇到的问题 那就是麦克风和游戏的音量 如何分别调整 先给各位看一下 我现在已经设置好了的状态 麦克风的音量 游戏的音量和电脑的音量 在OBS主界面是可以分别调整的 就像这样 具体的设置 请看截图 这是游戏声音来源选择 在采集卡的属性里 这是麦克风的声音来源选择 在OBS设置的音频里 我的麦克风是卡农接口的 接在外置声卡上 声卡再连到电脑上 通过以上的讲解 大家知道一个采集卡有多重要了吧 这个绿聚能采集卡 支持4K画质 支持RGB原画格式 散热也很好 还有完善的售后 不仅可以PS5 Switch直播 还支持相机 手机 iPad设备 电脑游戏直播也可以 性价比很高 双11马上到了 还可以蹲蹲活动 最后希望大家在直播的路上 一路顺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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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人